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1月11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了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台北股市 今天大盘的一个部分 指数是一个呈现明显上冲下息的走势 开高之后 今天早盘指数开盘上涨27点 一度又急沙翻黑 跌了103点下去 但是大家觉得完蛋了 大盘是不是这地方要往下沙破底了呢 结果又反弹翻红上来 再一个下沙翻黑 最后又靠着台积电尾盘的拉升 让指数是收高 上涨了48点 收在18288的位置 可是指数连续两天反弹了 个股的走势又差异很大 看到包括前阵子非常夯的 像是这地方 元宇宙概念股今天宏达电重挫大跌了7块3 威胜重挫大跌了4块8 包括一些游戏股前阵子沾上了什么NFT 相关的题材一堆股票 大涨今天网融 包括了像这个大雨滋都杀到跌停 那昨天Omicron病毒开始升温之下 一堆人去抢进的防疫概念股 结果呢 又是一日行情 今天很多股票开个高 马上就摘下去 恒大杀到跌停板下来 哇 这个盘指数虽然反弹了 但是个股走势却差异很大 一堆股票反而杀声隆隆啊 到底接下来的盘室 该如何操作 该如何来做这个地方 掌握赚钱机会呢 好 针对盘室 我们待会再来继续做详尽的说明 重点一开始 还是要先按照惯例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县荣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 操作建立的内容 那今天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给会员朋友操作指令 只有两通而已 第一通在9点09分发出来 提到今天的盘室结构 美股礼拜一 呈现一个震荡整理的态势 小NFT期指今天早盘上载了十多点 台股指数是个开高 小涨27点开出 但马上就翻黑了 因此手盘出现了个空方量 但是空方量你说卖压很大吗 也只有236亿 早盘的预估量2500亿上下而已 其实卖压也不大 所以这个地方加上旗指的 这个表现跟现货也没有太大差异之下 我研判 今天指数就是个量缩整理盘 仍然要注意盘中的上冲下息 来回震荡的走势 当然重点仍然要去观察个股的结构 强弱的差异 那9.09分 其实你看到一开盘就已经跟大家强调了 今天的盘式很容易又出现我们所说的 上冲下息的走势 那这种盘式 你无论去追高还是杀低 这地方做多或是做空 其实你会发现都很容易受到伤害 因为你看开高走低杀下去 盘式你以为这地方转空了 赶快去追杀追空 很容易一个反弹 就怎样被扫到停损 那你刚才开低杀完又开始拉了 你觉得盘式要往上涨了 结果一追反而又受伤 甚至很多股票还杀声隆隆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盘式的结构 一直观察到了11点多 县荣老师跟会员炮报告 整个大盘开高急杀之后又反弹 如预期的这地方来回震荡上冲下息 它是一个标准的多空双杀盘 这种盘式这两天有很多 这地方两派的大户 多方的大户 空方的大户在厮杀 那不管是你在这地方 追做多还是做空 其实贸然出手 风险都是比较偏大的 因此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不拿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先修兵一下 等待看准的目标 再来继续帮大家掌握赚钱机会 这是我们操作的原则 我们坚持不拿会员朋友的血汗钱 去赌博不要去打没有把握的仗 有足够的胜算 足够的获利机会 我们再来做出手 这样长期下来才能够成为赢家 当然讲到这里 常常有一些其他的投雇老师 遇到现荣老师的时候都说 现荣啊你这样太保守了啦 你当投雇老师在电视上要收会员 要做业绩 你就应该多报几档股票嘛 反正多报了几档 总会有几档会中啊 会赚钱啊 这个地方就可以拿出来电视上表演啊 不就很好收业绩 很好收会员 赔钱的股票你就藏起来 不要讲就好了嘛 对不对 这样才能够做得到生意啊 当然我也知道 很多投雇老师为了多做一点生意 可能就这样爆了一大堆股票 有赚的就拿出来表演 赔钱的就藏起来不说 的确是比较好做生意 但是这样子对会员朋友来讲 有帮助吗 到会最后会员朋友发现 加入之后 哇这地方爆了一大堆股票 到底要选到哪一支才会赚钱 还得靠运气耶 对不对 这样子其实到最后 甚至更容易受到伤害 这种事我只能说 别人怎么做 当然现荣老师也不能够管啦 但是我们做不到 因为现荣老师成立极品操盘团队 就是希望给大家知道什么叫做专业用心 重点是有诚信的操盘服务 所以对现荣老师来讲 很多人都说我保守 我也不否认 但是我宁可保守一点 因为我认为保守 其实就是一种态度 什么态度呢 保护会员朋友的态度 而这个保护会员朋友 永远是我操作的第一要务 要帮助会员朋友 真正的能够将获利放进口袋里来 则是我们永远不变的使命跟责任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宁可自己保守一点 少做一点业绩 也要保护好会员朋友 也要真正的要帮助会员配 将获利放进口袋 而要达到这个使命跟责任 所以记得 你要成为一个真正股市当中的操盘高手 成为真正的赢家 记得就是要看准了目标 再来做出手 不要打没有把握的仗赚钱才能长长久久 当然你说每次出手都稳赚不赔 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无论如何 不要为了出手而出手 为了操作而操作 懂得这地方适度的休息 等待 等待看准的目标 再来做出手 所以今天大盘这样子上冲下息 来回震荡 你追高你杀低 其实都很容易受伤 标准的多空双杀盘 与其在那里这个地方跟他拼了 我们不如就休息 但是等看准了机会 像昨天 昨天1月10号 是不是就发现了台表科 在利多评传之下 昨天早盘出量拉高上去 结果这地方吸引了一堆散户追高之后 发现短线的大户 在这里拉高反手出货 转弱去到被我们发现了 就建立会员朋友采取反市场操作的短空闲卖 昨天建立会员朋友一早卖在173 这个趁着大盘反弹 建立会员朋友短空 6278代表哥 转弱熏号出来 定价137.5到138.5之间 先做卖出 停损目标也定下来 那后来你看到到了11点左右 股价最高就是138.5 我们定价137.5到138.5 精准的命中 平均卖在138.5 等到股价下半场拉回走低走低走低 最低跌到135.5 那我们通知会员朋友 135.5以下的价位 早盘平均卖在138.5 135.5以下来做回补 或入贷为安 昨天2块半的价差 8张2万以上 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来好好把握住 开开心心的放进口袋 这不只台表哥赚 对不对 之前原山也是一样 发现拉高上去 短线大户在拉高反手出货 建议会员朋友码43.1以上短空 最高来到43.2 一个反手下杀翻黑下去 通知大家41.9以下买回 最低杀到41.25 顺利赚进1块2以上价差 25张就有机会赚个3万以上 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再来把握 包括像智原 先卖后买5块价差 智原再做一趟 先卖后买6块价差 5张就2万5 3万以上了 或是像普城 先卖后买1块4以上价差 100万做个30张左右 一天加薪个4万2 开开心心入带 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再带大家好好好的把握 所以我强调 当冲不是天天冲 而是看准的目标 再来做出手 我们坚持不拿会员盆的血汗钱 去赌博 这个我们都会继续坚持下去 当然也要再三强调 加入宪隆老师 当然跟着我们操作 不可能保证天天斗转 那叫神话 神棍才讲的话 但是我也给大家 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哪四大保证呢 第一个跟着我做当冲 当天带你进 一定就当天带你出 绝对不做凹丹的动作 第二个跟着我做当冲 每天最多只会有两档当冲股 一千多档两千档 我们找最有把握的一档 顶多两档来操作 那今天盘氏操作难度比较高 我们也不拿血汗钱去赌博 宁可就修兵 第三个保证 每个会员收到的当冲股 都会是相同的股票 那今天我们修兵 当然也所有会员朋友 当冲都做修兵的动作 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 秀的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的不一样 那么老师当场赔偿100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就是这样给大家 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最高标准持续在要求自己 继续的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而且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 只求认同现龙老师理念的投资朋友 当缘分到了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这个我们都会继续坚持下去 当然欢迎投资朋友 如果认同现龙老师这样 不拿血汗钱去赌博 坚持要看准的目标 再来做出手 更认同现龙老师这样 每天坚持有赚没有赚 都诚实报告给大家看 坚持不说谎不骗人的 都欢迎大家接下来的行情当中 跟逃我们的脚步 尤其要在过年前 想要多赚几个红包钱的 务必跟上 好 再来继续回到大盘了 那大盘指数的部分 还记得上个礼拜五 大盘这一波的一个急刹下来 创新高之后 两天急跌了333点 提到如预期的这地方多投 创新高之后 很容易出现一个急速的回马枪 但这代表行情就反转下去了吗 如果以指数上来看 关键在两点 第一个台积电跟筹码面 如果说万一急跌下来的时候 融资这个不减反增 大盘再杀下去 结果融资代表的是 喜欢去借钱买股票那批人 不但没有跑掉 反而继续借钱再买股票 跟他拼下去 那这就比较不好 因为有经验的人都知道 往往这地方融资大减才会是低档 那融资不减反增就可能持续下跌 不过如果这地方 能够在这地方利用美股当时的重挫 以及本土Omicron病毒的利空 让融资能够大减 清洗完筹码之后 那我说指数的部分就有机会 先做拉回洗完筹码 清洗完我们所说的筹码之后 回测哪里 月线到季线 月线的位置我说过18000 季线的位置大概在17600 那回测完18000到17600之间之后 就有机会继续的往上了 那结果大盘指数也如预期的 这礼拜最低在昨天杀到18034 刚刚好就是回到了什么 回到了我们所说的月线20日均线 目前的位置18030 对不对 昨天最低18043 接下来昨天开低走高 今天先杀后拉 又连涨两天 所以以大盘指数上来看 这是台北股市这几年的特性 每次指数涨一波拉回 再涨一波 你看到之前炒过一波的股票 尤其如果没有真正的基本面 业绩持续在做成长的推动力 只是靠这一时题材在炒作 那每次的地方指数 涨一波拉回 很多股票炒完了 大户出完货了 再来下一次波指数再涨上去 那些股票高点都不再来了 你去想想去年的防疫股 多少人什么瑞基 这个ABC KY 天国一辉 套在高档之后 指数现在涨到一万八 那些股票有解套吗 没有 更不用讲两年前的什么挖矿股 汉逊多少人套在四百多块 现在有解套吗 没有 国际有多少人套在一千多块 现在有解套吗 没有 也包括了去年七月份 这个六月份七月份 多少人欧一买在高档的航运股 抢当的航海王 钢铁股 现在有解套吗 指数涨到一万八 这些股票有创新高吗 没有 高点都不再来了 而这一波我提到也一样 会有很多股票高点不再来 包括你看到今天指数涨四十八点 前阵子很夯的 但我也提醒大家要小心的 什么NFT 元宇宙这些投机股 今天反而都杀生隆隆在重挫 所以接下来行情你要小心 一样很容易让你赚指数赔价差 一样很容易看起来 满天全金条一追又套牢 昨天防疫股多少人在抢劲 今天一档一档重挫下杀 一追又套牢了 所以这种状况你要特别注意 尤其接下来行情指数就算往上 你还要小心2022年股市的三大风险 第一个美国在三月份 会正式结束量化宽松 第二个中国要进入习三任 第三个台湾可能会出现缺电危机 这些我都说过 目前就算你觉得好像没有太大的影响 行情在多头的时候 大家会忽略风险 但是当行情一旦反转下去 这也可能会造成 加速下跌的重要的因子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各位投资朋友 今年的行情操作记得 赚钱机会就算要把握 务必要注意好风险 不能够去忽略掉 所以赚钱机会要把握 风险意识也不能少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才会再三强调 最好的操作策略 就是四个字 就是我们的快打当冲 因为我们的快打当冲 你可以看到是这样子 盘中满手没有关系 有赚钱机会可以尽力来把握 不用担心错失行情 但有赚没赚 盘后就一定保持空手 这样子才能够让你这地方 赚得到钱 又避免了说 美国股市现在大涨 哪一天反转大跌 资金行情泡沫破灭 美国开始升息 会不会突然就急速重挫下去 会不会本土疫情这地方 一发不可收拾造成股市的大跌 我们也不敢讲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盘后保持空手 是不是就可以这些 不用去担心它 让你早上赚得到钱 下午就去逛逛街喝个下午茶 重点盘后空手之下 晚上睡得安安稳稳保保的 不用去担心美股会不会爆了一堆股票 担心美股会不会中错让你的股票 直接跳功大跌 都不用担心 而且快进快出之下 受到大盘趋势影响会非常的低 操作又灵活随时可以先买 也随时可以先卖 避免了股票抱在那里 万一行情翻转下去 越套越深越赔越多 变成长期套牢 重商惨赔不会 对不对 也不用担心现在放空 会不会三四月融券要强制回补 到时候融券一大增的股票 被主力故意嘎上去 强制回补在高档 也不用去烦恼 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 钱还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升更多利息之下 天天掌握赚钱机会 所以说这就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跟赚钱方法 当然很多人想做当冲 可是没有时间看盘 该怎么办 更多人看了半天的盘 每天就只知道 大涨就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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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情好的时候 可能有赚个几百块 一两千都可以跑 但行情整理 你常常发现追高就是套牢 追高就是套牢 追高就是套牢 到最后来万谈 运气这么差 不是 是你方法错了 不要再为了省小钱 一直用错误的方法赔下去 赔了大钱 我们知道 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来加入 由我宪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草盘团队 每天我们的当冲 按照专业的熟悲 不是盲目的看到大涨就追高 而是观察盘式决定多空 找到符合条件个股 确认转折才果断出手 并且遵守几率理性操作 每天提供最多两档当重股 清楚的告诉你先买还先卖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预设停损获利目标 没时间看盘老师帮你看 到了假简讯通知你 没到假需要修正 当天带你进 一定当天带你出 就是这样的操作 像昨天发现了台表科 股价早盘急拉大涨 一堆散户被吸引了 跳进去追高之后 有大户拉高反手出货 迹象出现 技术面转弱讯号出来 建议会员朋友 短空当冲反市场操作 别人追高我们先卖后买 昨天平均卖在138块的价位 最高138.5 顺利的卖在高档之后 一个拉回 我们建议会员朋友 135.5以下买回 最低135 2块半的价差 8张就是2万以上 放进口袋 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就来逮他 就来把握住 对不对 上个礼拜我们做原三 1块2的价差 100万做25张 有3万以上 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就来把握 致援5块价差 6块价差连续获利 普城1块4价差 100万做30张 一天甚至加薪4万2 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就好好把握 那今天盘石 亮缩来回上冲下息 这种盘石贸然出手风险就偏大 我们就不跟他去赌博了 坚持不拿会员棚的血汗钱去赌博 等看准的目标 再来帮大家继续掌握机会 来掌握赚钱机会 那么如果说投资朋友认同现荣老师 这样子的操作方式 更认同现荣老师这样 每天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有赚钱没赚钱 你看到都诚实报告给大家看 都欢迎大家 缘分到了我们一起来征服湖海 共创双赢 那也为了要帮助大家 能够在过年之前 多掌握几个赚红包的机会 特别帮您争取的 俯虎生风大领红包的358 让你今年一路发的一个专案 想把握的广告休息时间 就欢迎来跟我们做联络 第二阶段还有更重要的内容 马上再回来 运达投顾 新年新气象 古年抢豆香 古古盛丰大领红包 358 让您今年一定发 358 运达投顾 让您今年一定发 数目专线 0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运达投顾 极品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诚信 提供给您 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插举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高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大盘回测月线之后 又连涨了两天 但是今年的操作记得 赚钱机会要把握 风险意识一定不能少 所以对小资组来讲 当然最好的策略 仍然是我们所说的 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的快打当冲作战 才是对小资组来讲 又能够兼顾风险 又能掌握赚钱机会的最好策略 那对大资金的呢 有些资金比较大 可能500万1000万的投资朋友 最近都跟谢榮老师说 那当然当冲很好 可是不可能说 把所有的钱都拿去做当冲嘛 所以呢 希望有一些波段的规划 那么对这些大资金的投资朋友 我也提醒大家 那么今年的行情呢 想要赚大资这个波段规划 记得一个原则 不要去买筹码在散户手中的股票 不要去买景气趋势 已经向下的产业 不要去买产品供过于求的公司 更不要去碰那种 纯粹靠题材炒作的投机股 那种台风来了 也会跟上飞天 飞上天的猪 到最后风一退 你看摔死都那些是猪啊 对不对 包括前阵子提醒大家 什么元宇宙 听起来哇好厉害喔 打造一个虚拟的平行世界 讲得虚无缥缈 其实讲穿了 就是带一个头盔 VR的头盔来帮你上网 对不对 那问题就出在 投资你自己愿不愿意 没事上网 还得带一个VR头盔来上网 好来取代你的手机 你的电脑 对不对 只能坐在那里 没有几个人愿意嘛 对不对 所以这种东西如果到最后 又是雷声大雨点小 很多股票炒上来 怎么上来怎么下去 都提醒大家要小心避开 好 那我们不会去碰这种股票 我们只会带大家锁定 真正有爆发力的产业 具有竞争力的公司 当低档大户金货 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 来做掌握 包括这一波我提醒大家的 全球晶片缺货之下 引炮的晶元厂扩厂潮 两年之内新增29座的新元厂 这会带给半导体设备 关键材料成为最大的受贿者 商关设备仪器 机电工程测试耗材 机器晶元光照光照盒 化学材料 这都会成为最大的受贿者 这样的股票像帆宣 有没有 之前就提醒过大家 成为美日台大建新的晶元厂之下 最大受贿者之一 营收开始启动成长动能 法人积极卡位布局之后 股价当时在这个地方 150元以下我们分批买进 到现在最高已经涨到195了 昨天又大涨了 对不对 那这个几涨都不追高 要买也是拉回找买点 最好跟着宣容老师买才起涨点 接下来新的波段的一个这个黑马 这档半导体关键材料的龙头级大涨 毛利率正在稳定成长之中 业绩正在启动成长动能 而公司订单掌握在手中之后 积极扩充产能将带动今年业绩 又是大一步步 大步度调升的机会 如果说想把握的 不管是小资族想跟着宣容老师 采取快打当冲作战 稳扎稳打掌握赚钱机会 大资金需要波段规划需求的 都欢迎指名加入由我宣容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层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